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防疫措施的放松 人们的生活开始回归正常 对新冠疫情的关注也变得越来越低 然而 就在我们松懈的期间 新冠病毒却静悄悄地变异着 并在近期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了确诊病例 针对这次的疫情爆发 许多医护人员都表示担忧 因为这次的变种毒株主要攻击人体下呼吸道 对患者肺部带来一定的影响 严重的话甚至会引发肺纤维化 究竟新冠病毒是如何导致肺纤维化呢 哪种新冠病毒株更容易引发肺纤维化 而肺纤维化对患者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与专家一起来了解新冠引发的肺纤维化 听听患者的心声吧 坦白说很多人真的是因为 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呢 才听到肺纤维化这个名词 但是也不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发生 应该怎么治疗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呼吸系统 专科医生 傅茂恩医生给请到现场来 请他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傅医生您好 你好 怡婷你好 佳哥你好 那么可能就是我们先来说一下 肺纤维化的定义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肺纤维化其实是在我们的肺脏 受到损伤过后是一个修复的过程 就是普通修复的一个过程来的 例如我们皮肤有割伤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也是会有修复的过程 然后会留下一些疤痕 这症状也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肺脏里面 可是那个疤痕就是结疤的这个现象 对我们的肺来说是不好的 对 我们来谈普通的就是很正常的肺部的 这个肺脏的功能 那么我们普通很正常的肺脏的功能 那个肺泡壁是其实有很多小小的血管的 那么这些血管跟我们的肺泡壁 是来交换气体 就把我们的二氧化碳排出去 把我们的氧气给吸收下来 所以它的功能其实很像我们那个很新的一个 好像那个海绵这样子 就是很柔软很有弹性的一个气管来的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我们被感染了 就是被一些病毒 也不只是病毒 就是我们国家也是常看到的那个肺结核 或者我们所说的肺脑 那么当被感染了 我们的那个修复 那个线维化的母细胞就开始被活跃起来 那么就会修复那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的那个肺泡 就会变成很厚 很硬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交换气体 不是很良好的功能 所以可能可以这么想象 就是说有关的这个气管慢慢变厚 所以那个洞孔就慢慢变小了 对不对 洞孔来说也不是 正因为那个肺泡的厚度 是 所以它是像海绵变硬了之后 它吸水力就不好 它换气的功能就变不好 对 有可以这样说 对 那医生他其实在新冠病毒感染 他的过程 他是一步一步这样形成肺线维化的吗 还是他可能有越境是会跳来跳去的 这个要看那个病毒族 所以不同的病毒族 例如说我们之前很强猛的 那个Delta的那个变异株 它是比较会影响到我们的下呼吸道 那么那个下呼吸道被感染了 它就会有凶猛的肺炎 那么修复的过程 就会有留下这些肺纤维化的这个症状了 所以它的那个程序是先感染 对 不管细菌还是病毒 对 然后感染之后呢 肺就受伤了 对 有顺伤 损伤之后呢 我们身体会开始自己工作细胞 对 然后可是就像我们伤口 有些人会留下很深的疤痕 对 有一些人可能 它疤痕也会跟着消失 对 这一步就是这种刚才 对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它在工作的时候 对 用力过猛 然后就变成里边结疤 对 是这么的意思 其实并不是由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来造成的 对 因为那个病毒造成的发炎状态太猛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用很刺力的一个修复来给它造回去制造 就停止那个发炎 可是用力过猛呢 它也反而就会 也是会攻击到我们的 我们的那些免疫细胞 也是会攻击到我们的普通的肺的功能 影响到它的普通肺的功能 但如果我们 我们常听到很多新冠病人 他们就是可能吃一些抗炎消炎的药 比如说肋骨醇 对 那它炎症如果没那么厉害 代表我们的免疫的细胞 也不会这么用力过猛地去回应这个病毒 所以这一范围里面还在很多很多科学家还在研究 为什么一些人这么 他们的免疫系统会反应过猛 那么有一些也不会 他们就是被感染了也没什么事 没感觉 对 所以这个主题还是在研究下 没有人知道你种了过后 是不是你的免疫系统会太过猛 产生太多那个细胞来攻击你的肺部 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可能你种的 或者是你感染的有关的病毒有多厉害 对不对 那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BA5 一般上的感染的话是上呼吸道 对 那我们现在很害怕的就是BA4 那近来它就是专攻我们的这个下呼吸道的 对 那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个病毒 有没有多强 也是鉴定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免疫力的那个用力 到底是猛还是不猛呢 对 是对的 像Desmond说的 现在的BA5的 因为它的传染性很快 你可能路过一个人就会被传到这样子 我还没路过 阿弥陀佛 因为它的传染性蛮快的 蛮强 潜伏期很短 所以大多数我们都看到的症状都是属于上呼吸道 现在就是喉咙痛 对 我们不知道几时会受到好像你说的BA4的感染 那么这个病毒它的传染性也是很快 可是它比较会影响我们的下呼吸道 所以我们因为现在我们都没有什么大多做这些测验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你到底感染了到底是BA4还是BA5 因为太少人去看医生做PCR检验 就希望说自己吃保健品好掉 对 没错 所以没有办法提供研究数据 是 那我们这里呢也是有一名观众呢 就是要问一问我们的doctor的 我们这个观众呢 他的手机尾号1183 他说其他攻击这个上呼吸道的新冠毒株 会致肺纤维化吗 所以通常如果只是影响到上呼吸道 是不会影响 不会引起这个肺纤维化 他会不会就慢慢慢慢这样 会去那个下呼吸道 一些病毒就会就是这样子传的 可是如果他只是上呼吸道这个毒株 他是不会引起这个纤维 除非它是引起很猛的发炎 就是整身会有发炎这个症状 我们比如说刚才那个 这个词有点难用 就是那个呼吸窘坡 窘坡那个综合症 对 综合症 急性呼吸道窘坡综合症 对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过度 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免疫过度反应 这样它就会不只是影响到 我们的肺脏 它又会影响到其他的气管 那么气管就会慢慢地衰竭 肺部也可能会出现这些纤维化 是 那这个新冠病毒 它如果就是纤维化 它的严重程度会去到什么程度呢 那也是要看它原本的 它是我们国家有分那个五层 那个Category 1到五 重症 性症 对 所以通常一旦有肺炎这个问题 就是属于三以上的三次或者五 那么如果你是重症这个患者呢 当然那个肺纤维化可能它的 它的程度会 疤痕会比较多 那么一般上这些病者呢 可能他们出院的时候 是需要用一些呼吸机来帮他们呼吸的 要提供氧气给他们 因为这个肺的功能被影响了 刚刚都跟你提到的是 他在出院之后 还是要需要这一件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 对 就他要买一个呼吸机回家 对 通常我们都会 医院也是有提供 有准备 这样的话就是他一世人都要使用 这些辅助器还是只是一段的时间呢 不会 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 我们要怎样把肺部修复到一段程度 然后他们不会再恶化下去 刚刚我看到的就是轻微者 就是也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来修复整个的肺部 对 所以最近我们都也是会看到很多 都是这一词叫long COVID 或者就是比较长期的COVID 长新冠 对 长新冠 那么都是有报导到一年 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疲累 或者咳嗽 失眠 失眠 对 或者觉得疲累 咳嗽不停 我有几个病人都是咳了六个月以上 才过来找我 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那种一般喝咳嗽药水 也是没效 那个只是止住一点点症状 对 都已经喝了几瓶 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这个新冠的病毒 我们就是BA5 BA4等等 Omicron等等的 其实我也想就是了解一下 到底它是如何 就进入我们的肺部 然后在那边去进行 这个攻击的这个举动 好 我们的肺部 其实我是说我们的 像我们的呼吸道 是有一个受体的 它是叫Ace2的受体 那么这个病毒 它是很喜欢贴在这个受体里面 通过这个受体 跑进那个肺部的细胞 在肺细胞繁殖 然后再感染到别的细胞 才会有肺炎的损伤 是 那如果我们一个人 比较强壮的话 那可能他即使跑到肺部里头 我们的那个抵抗力 就比较轻松地把它击退 就不会有纤维化的问题了 那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么幸运的 就可以逃过这个变重症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目前还是被研究着了 有一些人就觉得 如果你是蛮健康的 没有什么 你不是高风险群 抵抗力是蛮OK的 那么就会 比较容易 可能就会逃避这些 高风险群是指高血压那些朋友 都是山高 对 就是山高 或者有一些人有消喘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气管会比较敏感 对 一直有一些东西 在引起他们气管有发炎 所以当他们被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 可能他的症状会比较严重 是 我也读到一篇 就说这里也是有指出 中风的人也是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中风的人也是要看 因为有不同的程度 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中风的病者 可能他们的 就是很少会走来走去 就是那个 肺功能 肺功能也是 对 有被影响到 那是不是说运动员比较不容易 对啊 变成肺炎 因为他肺 肺活量很大 对 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是 是 因为我们没有很 就大规模地去研究这些运动员 如果真的是被感染了 他们的肺功能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还是对 我觉得不关这个肺活量的事情 因为唱歌的人也是肺活量 也是非常大的嘛 所以一样你会就是感染的 对 那我们想问一下 一般上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 可能你感染了 就是大概在家五天 七天 对不对 最康复 但是这个肺纤维化 也是同时间发生 还是过后才会发生 因为是你的免疫系统 是用力过猛 对 通常都是过后才会发生 所以你被感染了 其实你第一个月到第三个月 是要自己观察自己的症状 会不会很疲累 会不会有呼吸 爬楼梯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点喘 这些症状都要自己注意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 就会觉得累 然后他上下楼梯做运动会喘的话 对 就可能性肺纤维化是非常高的 可能 所以对这一类的朋友 Doctor会建议说他们去照肺吗 对 都需要照一个X光来看一下 肺部真的是有没有 这个纤维化的症状 因为这个纤维化 是不能逆转的 是吗 它可以恢复到一个程度 可是要完全把它弄掉 就是要是现在还有很多药在被研究上 是 就是看有没有一些药 可以把这个纤维化给它逆转回来 明白 可是Doctor我身边的就是很多朋友 就是可能受感染的 一般上他们都说非常疲劳的 那么疲劳就意思说它有肺纤维化 这样它是很严重的还是很轻微的 它不是说疲劳就等于肺纤维化 肺纤维化主要当它到一个地步了 其实是你的氧气你用那个 那个血氧 对 它会比较低一点 就是少过95% 或是你运动的时候你就会有船 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 那疲劳很多人被不只是新冠病毒 或者其他的病情感染 都会需要一点时间来修复了 所以它那个症状也可能 包括这个人感染之后 他病好的一段时间 他还是不断地打哈欠 好像脑中有点缺氧 也有可能是肺纤维化 是的 看起来我们今天又学习了 许多不一样的知识 我们待会还是会依然 就是讨论有关肺纤维化的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让我们继续跟呼吸系统呼吸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 副医生来聊一聊 肺纤维化的这个课题 副医生想请教一下 刚才我们一直讲会疲累 就是很多这个新冠的患者 他的一个后遗症 还是长期的一种表现 可是那种疲累跟我们一般 工作累 开OT 那种疲累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依据病人的报道 其实我也是有被确诊过 那么那个疲累是你一起来 刚睡过六七八个小时 可是你不久过后 一两个小时过 就会觉得 我好像要睡回去 就是好像真的是没精神 没有力气要去做东西 这个是看得到是轻微的 这个肺纤维化症状 它不一定 因为这个疲劳的过程 也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 不只是肺部或者伤护症状 我们整个身体因为有发炎 这个症状在修复着 在修复着 所以不一定是一个 肺纤维化的一个症状 如果有肺纤维化的症状 那么这些病人 他们连做一些小的家务 还是之类的 都会觉得有一点喘 或者有一点特别的疲累 就是这一种病症 就要比较小心 刚才Doctor有提到 我们有讨论到 就是有关于这个 如果肺结巴一边的话 其实无法去逆转 对不对 那一般上 如果真的面对 类似这样的病人 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呢 所以我们都是讲 如果有这些病 就是很严重的病症 我们都要避免 这个肺纤维化发生 所以一些药物 例如我们在医院常用的 就是一个内骨唇 就是我们 消炎 对 来消炎 来停止我们的身体 不要过猛地修复 那么就可以减轻 那个纤维化的制造 可是很多人说 不好意思 我想到到底肺纤维化会不会死 会死 如果你无法就是吸呼吸的话 对 因为变硬变厚了 就不能交换气体 对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我们一般都说 在我们的这个内骨唇的药物 都会有副作用 越让脸 对 用的剂量 那又是怎样呢 对 因为这个内骨唇 在我们公众里面 有很 就是比较不好的影响 我们只听到内骨唇 我就不想要内骨唇 其实短暂的内骨唇 是有很好的用处的 我们不是来说 我们给它就是一辈子用 一辈子需要吃内骨唇的那一种 那个肯定就会有 其他的副作用了 那么短暂的内骨唇 短期的内骨唇 是很重要来停止我们的 这个发炎的过程 所以是要先急救 让自己不发炎 然后再慢慢减药 是这样的意思 那Doctor有一个观众朋友 他的手机尾号8830 8830 他就问Doctor 轻微的肺纤维化患者 能够完全痊愈吗 这好像刚才Doctor有提到 无法分量是吗 对 我们科学者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我们是相信 我们的身体它修复了 它有一点轻微的纤维化 它可以把它解开 所以它会变软回去 对 变软回去 就没有这个症状 可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的身体就不能逆转 这些疤痕就会长期在那边 那我相信如果有一些重症的话 立即你们也是要给他们 补充这个氧气了吧 对 就是需要用这些 一些机器 就是呼吸机 带回家给他们做家务的时候 一旦注意到氧气有一点跌了 还是喘 他们就会拿来用 那Doctor 意思是说 我们在家我们即使已经痊愈了 我们久不久还是要用血氧机 对 也是要看病毒族 所以如果是比较猛的那种 会比较影响到下呼吸道 我们医生也是全高风险群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病患者 或者有三高 或者有一些非传染性疾病的病者 都要随时就是要观察一下 是 那我们也听说很多人 就是说肺部附健 有人说就是可能你在 就是感染之后在家 要做一些肺部的附健 为什么 呼吸法还是什么 对 我们通常是说 这些病很重病的 因为他们有一段日子在医院了 那么医院了过后 他们就是整天就躺在床上 然后我们的这些肺部 其实我们有很多肌肉在这边 是 一旦我们没 肌肉就是一旦我们没有用到它 没有锻炼 它就没有锻炼的话 它就会慢慢就是会衰竭 对 萎缩 对 萎缩 所以我们都是建议 因为他们的那个里面的肺泡壁 已经有问题了 就我们要用其他的方法 来帮助这个病人呼吸 所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来给这些肌肉 给它弄比较强一点 弄比较强壮一点 所以到时候 Doctor是会有一套的方法 会教他们怎么呼吸 好像瑜伽那种 对 都是有很专业的肺部的附健 是的 所以老实说 真的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了Doctor 就是上来就和我们讲解 就是有关肺纤维化的 谢谢傅医生 谢谢你们 好 觉得那人